夺下沃布敦女双冠军的我国网球一姐谢淑薇 本周前往美国新星纳提参加WTA赛事 双打的部分将再度搭配彭帅 今天谢淑薇在单打首轮打了一小时五十分钟 很可惜遭到罗马尼亚小家哈雷普逆转淘汰 谢淑薇今天面对哈雷普虽然第一盘拿下抢七 但随后两盘都没有能延续气势 接着以1比6 2比6输掉比赛 这场比赛谢淑薇一发赢球率不到五成 九度遭到破发还出现了六次失误 接下来谢淑薇将会与一起夺下大满贯赛 冠军的搭档彭帅一起出赛 在这一站名列大会四号中子